龍舞王一打四 來 龍王龍王一打四 NOSNOSN 我們今天要 好不好 我們今天要來開我們的 整套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開整套給大家看 可是我的整套並不是買確定版的 我們是親自去抽 我們怎麼樣抽到呢 應該是隔幾天會上 然後呢 那支影片的話 是我跟小編 來做一個對決 因為我們這支影片有很多禮物 要送給大家 所以請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 看我抽到底有多慘 那我們今天就非常不多說 來開箱我們的 龍王王 好 我全部都把它開箱完 我全部都把它拆了 這樣我們的速度比較快 我現在稍微一顆一顆解討 因為它手邊全部都有了 哇 自己抽真的好貴 好 我們現在加第一顆 這一個是我們的 天空騎士 這個是之前超級世代的其中一個青王 這是它第一次的復刻 王牌戰神 閃 我個人覺得它這樣配著金閃閃的好漂亮 而且王牌加戰神的話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的一個組合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的話 基本上也不會到太差 這也是第一次閃鐵復刻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死亡鳳凰 而且是翡翠版本 我個人覺得這個顏色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非常美 第一次死亡鳳凰的復刻 死亡鳳凰的話 現在基本上可能有點處於缺貨狀態 買不太到 所以你們可以趁這一次的時候 做一個入手 再來是我們的全新規格 千王 霸帕木特 我個人覺得這次霸帕木特超美 我超喜歡這個顏色 它是一個紫蝦黑 再加上金色一點點綴 非常非常好看 這一次它一樣是有一個特殊能力 變形防禦 好我現在已經把它組裝完成了 現在全部都加鐵 加軸心 來囉 它原本是這種類似那種 平行四邊形的那種形狀 是這邊這樣子 有沒有 有沒有 稍微點平行四邊形的感覺 但是呢 它在打到快沒血絲 有沒有 大家發現 它彈出一個東西了 喔 這就是它的變形防禦 它在一變形之後呢 整顆就會變成一個圓形狀 變得非常難以打擊的一個形狀 而且假如它每個刃的小凹槽都非常非常小 所以呢 你要在攻擊它的話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讓它爆裂的 所以這變形防禦我更覺得算是蠻有特色的一個系統 雖然跟巴哈的設計理念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實際用起來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喔 好帥喔 然後呢 大家注意一點喔 他們這次的龍王的話比較特別一點 他們除了這恐懼下金牌以外的話 巴哈這也是我們的天 然後再來是最後是我們這個 這個的話龍王的上金牌非常非常特別 大家看到喔 它是製作一個交叉不對稱型的一個卡準 然後這樣子的話可以讓龍王達到一個 六格血的一個驚人血量 這次卓永泉第一次推出六格血的一個上金牌 所以呢 我個人覺得這次的上金牌的話 也算是非常非常兇殘 它不只上金牌是新規 它的下金牌也是新規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次的巴哈的誠意很足阿 只是用起來搶不搶呢 我們就馬上來 撕熱的看 進行一個 孝心臭暴大戰 狗狗 來囉 我們就馬上以四人盤 來進一個決鬥 因為這次是四顆嘛 所以我們就這樣直接打比較快 所以我們這四顆 我一顆介紹 天空騎士 STRS 王牌戰神 HRTR 閃 死亡鳳凰 00T AT 控制 龍王 然後我的配置的話是用我們的 0LBR 天 這是亞洲盃 他們直接用巴哈姆特使 他也是用0LBR的一個設計 所以我們就沿用它過來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看 來囉 3 2 1 GO 3 2 1 GO 呃 這次已經出現了 可不可以 現在已經拿到最後 aleg!!!! 最後10個 呢 現在3個辨知 2個在抗衡 儀 devastated 大家看恐懼龍它已經開啟變形防禦了 好 現在目前為了孔雞老師拿下我們的第一分 最脫外勾 最脫外勾 喔喔喔喔喔喔 現在四個都在裡面 非常緊張 喔喔喔喔 現在中間了 人文爆了 有有有 最後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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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一句話是我們的天啟 拿下我們這一輪的勝利 來啊 最脫外勾 漂亮 斷外勾 哇 現在等一下兩隻在對抗喔 發生了我們的機會 突然一個彈飛 突然一個彈飛 涼了 好 戰勝 獲得我們的勝利 來啊 水 兔外勾 水兔外勾 哇 怎麼放掉 鳳凰有沒有捐拿這一勝 鳳凱很有機會喔 哇 最後才一天 再一局 來啊 水兔外勾 水兔外勾 喔喔喔喔喔喔 下四個好激烈 喔 巴虎兔沒機會巴虎兔 不行 最後還要破壞 哇 脫完了 阿巴虎兔爆裂 最後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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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這顆 天空騎士拿到我們這一輪的順利 我們現在來挑戰一件事情 讓我們的龍王一打四 來 龍王一打四 先兩顆 再兩顆 再兩顆 喔喔喔喔 龍王一打四 龍王一打四 龍王吸 來 龍王吸四個 吸四個 兩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顆 恐懼龍王的一個 組合套包開箱 應該說抽抽包 所以呢 我個人覺得這個恐懼龍王的話 比起上一代的巴虎兔沒有這麼強勢 上一代巴虎兔雖然它鬆變形防禦 我個人覺得設計的比較好啦 這一次的話 因為它基本形狀並不是全圓的 不像之前巴虎兔 基本上是全圓的 然後只是它在變形防禦時 會把它填滿 可是這顆的話是 要變形防禦 它才會變成圓形 所以它卡點基本上還是有點多 有可能會被一招就秒殺 尤其是像目前來多出一顆小球 所以這顆龍王的話 我個人覺得沒有像當初 第一代剛出時這麼猛 但是呢 它還是一個非常非常不錯的陀螺 它打左握拳石 軟拉石一定是非常非常優秀的 只是怕被人家一擊秒殺 這個比較可惜一點啦 可是算是一顆很優秀很好玩的一個上蓋 以上就是我們這支影片的 魯璇在這邊請幫我按讚 分享好每週每週四晚上七次 整理包影片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掰掰